在观光场所如厕之后 你会选择戳擦手指 还是用烘手机 英国一项研究发现 靠着强风吹干水滴的烘手机 反而会让手上的细菌扩散开来 15秒内周遭环境的细菌 病毒量会暴增27倍 专家表示烘手机在停止运转时 会残留热气 此时会跟周遭的冷空气交流 温差造成了逆红吸的效应 细菌病毒就在出风口附近滋生繁衍 而这些喷出来的细菌 大多集中在距离地面 约60到90公分之间 因此最好不要让儿童 站在烘手机的出风口下 另外像是这种下欧式的烘手机 因为使用者将湿湿的手 放入了烘手机烘干 水分会滴到底部累积 加上吹出热风 潮湿的环境让细菌滋长得更快 研究发现和烘手机相比 只经擦手多了这个手部磨砂的动作 比较能够移除 因为手部没有彻底洗净 而残留的病原体 如果真的要使用烘手机 那启动之后 双手不要马上伸过去 让它热风吹一下 吹走之前的人留下来的细菌 再伸过去烘 另外公厕的马桶坐垫 门把最好能够拿一张卫生纸隔开 用酒精擦拭 才能够达到消毒杀菌的效果 记得有加弦不到